由於捐血人數持續下降,導致血褲存量不足 因此醫管局在過去一段時間不斷作出緊急呼籲 希望有更多市民捐血 那其實血褲存量低,問題出現在在哪裡呢? 與目標相差多遠呢? 根據香港紅十字會的數字 去年全港參與捐血和成功捐血的人數 分別是大約31萬人和24萬人 較2016年下跌了4.7%和5.3% 而隨著整體年輕人口的減少 首次捐血人數也錄得下降 較2016年下跌了大約8% 此外,由於血液收集量減少 去年分發到公立醫院和私家醫院的血製品 只有大約48萬7千代 較前一年減少了超過5千代 紅十字會指出 本港去年因為熱帶氣旋生效和寒冷天氣日數較多 以及捐血者的血紅素不足 血壓偏高等因素 導致捐血人數下降 至於被問到捐血人數下降 是否和市民去年關注 紅十字會收集的血液 是否送到內地有關 他們未有正面回應 未有5月發生之前 其實我們的血液供應都出現緊張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看到 市民的回應、捐血的提醒、宣傳 效果比以往的年代差過以前很多 我在此再次澄清 我們的血液從未離開香港 反而有些血液是有機會 是因為病的需要 由外國運來 由於目前血腹只有3至4日的傳量 與紅十字會10日傳量目標仍然有距離 而根據全港醫院提供的 2018年血液需求 中心每日需要1100名市民捐血 李卓廣表示 紅十字會會延長服務時間 加強流動捐血服務 希望讓血液傳量維持在穩定的水平 而未來也會繼續從教育方面入手 鼓勵更多年輕人捐血 LiveTV記者陳英倫報導